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6月29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話說張宇人即是語出驚人 呼籲香港的飲食業要多展現笑容 他簡直說到死老爸也要笑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令B商記者去到關口了解一下未來三天的小長家 很多人不想問港人為何不留港消費 是否對711惠無興趣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礦淨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張宇人呼籲香港飲食業界要多些笑容 讓人客感受到 他這樣說就是我死老爸也要笑 報導的難民提到 政府推出全城禮貌運動推廣好客之道 在七一特區成立27週年 飲食界也再推出慶回歸的優惠活動 有二千多間食肆參與 當中有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 在今天6月29日在電台節目呼籲 業界要多展現笑容 響應政府的好客之道運動 更說他對飲食業的一笑見解 就說我跟我的員工說我死老爸也要笑 因為我爸爸不會讓我不笑 因為他也是做這一行跟我說 我唯一笑就床八絕 大家笑多些禮貌多些 相信不止遊客本地人客都會感受得到 張宇人今天在商台節目正經星期六就說到業界如何在七一場假期 和暑假吸引市民流港消費的時間 表示這個沒有法子 他就說從前香港食肆 在星期六日的生意最好 現在就是星期五晚 因為市民在周末就會不想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現在香港市道慘淡 張宇人繼續語出驚人 就說死老爸也要笑 呼籲業界要笑多些 笑多些是否能夠留多些客人在香港消費 這個就不得而知 現在只見到 逢是長假期 北上人潮也相當多 根據HK01的另一則報道 港人不想超市訴貨 享受服務 對七一優惠沒有興趣 就說追求尊重並非折扣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周末年七一的三日小場假 在今日6月29日展開 有不少香港人不想度假 今早位於鄉原遺口岸人流暢旺 有退休人士結伴三五知己 計劃逛內地超市訴貨 享受內地餐廳服務 又說對於政府推出七一優惠 不敢興趣 他就說我覺得現在香港人追求的不一定是折扣 香港人追求的是被尊重 另外有香港人組成豪華別墅團 不常為州 除了飲飲食食 也會唱卡拉OK 打麻雀 和享受陽光海灘 度過一個寫意的假期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話說七一折扣優惠 說明沒有興趣 直接不上 令邊商關口相當暢旺 嘉欣這三天連假 星期一都是紅人 三天假期不上 剛剛好 結果關口相當暢旺 至於本地消費七天有優惠 會否可以幫忙砰到一些生意 不得而知 還要看看這兩天的情況 另外也說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牛池灣電單車切線過後 失控狀小巴 鐵騎士人仰車回到惡行車線 報導的問題 今天6月29日下午12時58分 警方接報 牛池灣清水灣道往西貢方向 近牛池灣市政大廈發生交通意外 涉及一部電單車 還有一部小巴 鐵騎士的頭部受傷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 替傷者爆炸 他清醒的被送往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從網上的片段看到 當時電單車原右行駛 在雙白線前切線到中線 剛好有部小巴正在駛出小巴站 並切線到中線 電單車疑似為了閃避而失控 撞向小巴的後梯 鐵騎士人仰車回頭盔撞至飛脫 事主躺在行車線上等待救援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出現事故在牛池灣市政大廈對開 傷者送丸至你 事件跟進當中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上水蕭美餐廳 兩個店員爭執格護臨戈士的 兩敗驅箱被捕送丸 報道機能提到 上水新康街74號一間消美茶餐廳 在今日6月29號中午約磨1點 兩個男員工因為工作問題爭執格 期間兩人向對方互撥戈士的 其他職員報警求助 警員接報到場 經調查過後 拘捕姓劉65歲和姓林33歲的男店員 涉嫌雙人 事件中姓劉的男子眼部受傷 姓林的男子唸和耳朵都受傷 兩人清醒被送往北區醫院治理 警方暫列案件是傷人案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兩個員工艾薩 結果互臨戈士的 哪一枝戈士的可能隨手 結果兩個人都受傷 兼兩個人都被捕 兩名傷者送丸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東涌15歲的女童在巴士上遭到非禮 警方在日東村拘捕37歲的亞裔男子 報道的男人提到 警方在日前6月28日早上接獲一名15歲的女童報警 或在同一日在東涌區 搭巴士期間疑似給一個男子非禮 案件交給警方跟進 生物調查過後 在同一日晚上在東涌日東村 以涉嫌非禮 拘捕了一個37歲持香港身份證的南亞裔男子 他現證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色膽包天15歲的女童都不放過 警方拘捕了這個南亞裔男子的案件 正在調查中 另外也說說這單熱話 網友說什麼呢 話說網友認為小巴有落有很多種叫法 真是香港人才知識 說到前一點有落 司機又會知道大概多少的距離 報道幾內文提到 有位年燈的網友 法鐵文就表示 前排出去玩的 第一次搭某格小巴 聽到前面轉彎位交通黑點的牌 有落 令到他大感驚訝 亦有網友紛紛留言 獨有的叫下車的方式 意外發現香港人才會明白小巴下車的術語 還有默契 當中說到前一點有落 司機真的知道那一點有多少 另外通常會問司機有沒有下車 通常問完這句過後都可以立即下車 另外就算那間酒樓倒閉了十幾年也好 坐小巴依舊會叫酒樓的名字有落 另外小巴停在紅綠燈 接著有人叫司機這裡有落 司機又會真的開門 試過有人叫禁區有落 不過司機又真的會開門 認真搞笑 另外有網友分享有趣的情況 就說總站要叫有落 因為要單聲 為何之前的人坐最後邊 結果司機看不到他 他竟然連他車載車去入油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搭小巴認真真是香港人的文化 有些朋友很怕叫有落 有些人不敢叫的關係 有時飛了一站也不奇怪 另一箱也說到 原來叫有落的方式大家都不同 有些人會叫那些撿了一粒酒樓 照叫司機一樣明 前少少有落 司機真的掌握到大約多少的前少少有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趣的經驗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銅鑼灣商場門口的廣告板 遭到強風吹塌 路邊車輛遭讓 報道機內文提到 今天6月29日 下午12點多 銅鑼灣燈龍街1號 金潮陽中心商場門口 一塊廣告板 疑似遭到強風吹塌 壓落行人路和馬路 停泊路邊的一輛私家車首當其衝 車身多處遭到刮花 擋風玻璃破裂 警方到場調查 那個廣告板臨時安裝在商場地下門口 廣告板中空被人可以出入商場 初步懷疑安裝不找兆氏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整塊板倒下來 沒有弄傷人已經是不幸當中的大幸 據報是弄爛了車 看來將要處理賠償事宜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